蔡英文总统520卸任倒数 媒体报道蔡总统已决定520卸任前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并将针对扁家已扣案的11亿余员所得 全部申请没收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表示 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人士 希望确保陈水扁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办理 至于陈水扁对这项报道的反应是 毫无所惜 阿扁5日才刚刚通过第38次的延长保外就医 这些年来阿扁多次有彩虹线疑虑 但是台中监狱一再以派袁搜证观察的理由 并没有命令阿扁回监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 昔日的扁家军 包括罗文家 马永诚都被点名将进入来清德的执政团队 等了8年的特赦阿扁议题 真的是等到春暖花开了吗 全看蔡英文的一面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